8月18 今天干的事比较有意义 今天上午我用了两个多小时 把厨房下水道给疏通了一下 我爸从网上买了一个疏通下水道的一个 一个铁丝 我拿着给搞了搞 成功了就 昨天晚上用那个什么 化学通也没用 里边都好像那种结石一下 都成石头了里边 好不容易就塞出来 以后可能还会堵 以后得注意这种 感觉下水不溜达的时候 不谈这个事的话 没意思啊 然后今天就 时间就是出了做饭 中午做了一个西红柿土豆炖牛肉 还不错 然后看看本能四肢变 快看完了还稍一点 煮一会儿 确实很精彩 就是他这种 这种上层的一种 为了诠释和生存的一些拼命 这不错 感觉 就是缓缓相扣 很多事情都是在明星圆一线之间 像那个谁 明星圆一线之光秀是 那天是6月13号被 被杀死的 然后6月14号 到山下康就过去救他 就差一天时间 然后还没看完 现在看到那个谁 红尘秀吉 他叫雨柴秀吉 他 是不是应该提前就遇见到了这种 光秀准备 谋反 或者是他 或者不是光秀 有别人 就感觉信长这点 高压政策 已经到了一种工会边缘 所以他时刻准备着 正好 光秀一叛变 马上什么 中国大返还 他是四国 中国还有北国 什么之类的 不是咱这个中国 然后大返还 把那个声音 把光秀搞死了 但是家康还是为了 当时他自己一些小利益 他旁边有两个小国 他为了去抢鸡牌 好像耽误了几天 耽误了 他是4号回去的 2号 本宗斯之变吧 4号他就回去了 然后到了 到几号 12号 他在开始往西军那边赶 就是往那个 光秀那边赶 所以浪费了8天时间 他如果能出去之后 立马组织军队去往 他可能也是故意的吧 有可能 但是又不像 他想观察观察 看他能不能立住酒 如果光秀能立住了 是不是 然后他回去 强强联合 他立不住 正好自己留个退路 事实上 他也是这么做的 保全自己最终的胜利 还没看完 下午后 下午和儿子去 乐歌虫 神采飞扬 玩了100块钱的游戏 买了点 什么 薄米花 面包 麻酥 麻酥 是麻酥 肯特鸡 肯特鸡 现在新出了一个鸡 炸种鸡挺好 时间太长 15分钟炸一只鸡 38一只 晚上搞了一个还挺好 搞完之后 这步准备来做核心 拼核心 现在离上河还有两分钟了 马上准备开始 就这样 刚下了一场大雨 我就说这人真快 这雨停了 能有个15分钟 这人哗哗就出来了 都不知道他哪找出来 这开